她越平静 让人看了心里越难受 集训的时候 我跟翟莉一个房间 所以她和安科长之间的事情 我知道一点 而且还答应替她保病 我当时心里特别羡慕她 还想着 要是有一天 他们真的在一起就好了 肯定是七零一最般配的一顿 没想到 安科长牺牲得那么突然 自从安科长牺牲 翟莉从宁州回来 就一直没睡过好觉 我真的担心她扛不住 你呢 你也没睡好吧 你看你 黑眼圈那么重 特难看吧 不难看 很美 因为你很善良 色旗 就一 intended 我々也有一个环节 寂静 干个事呗 你说 我们向组织打个报告 申请结婚吧 你说什么 对不起 我 我太唐突了 你要是不同意 就当我没说过 我知道你 调件好 一会儿大学生 长得又漂亮 我 我配不上你 你怎么会有这个想法 林氏 经过安科长的事之后 我突然觉得在清零腰 要是有什么话 要说就抓紧时间说了 我不想像他们那样 错过了心里 最惦记的那个人 我不想后悔 你真的喜欢我 喜欢 我从见你第一面的时候就喜欢 为什么 组织上不会批准的 组织上不会批准的 怎么 你不喜欢我 有些心里话 不一定非得说出来 艾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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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棋荣 你干吗呢 你过来过来 什么赵棋荣 赵棋荣啊 赵棋荣是你喊的吗 叫科长 赵棋荣 不是 你怎么偷看呢 调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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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款 第十六条 背 赵棋荣 求求你 我说你小子可以啊 公然挑衅 调令 调令 谈恋爱 你不怕我举报你 赵哥 赵叔 赵颜 你叫赵祖宗都没用 赶紧的 带上所有金钱 请我吃饭 走 快点 你 不思认 你 你自己研究 不许上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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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晓 翟莉说让我自己研究 我就进去了 是翟莉让你进去的 不 是我自己 不 是郑处长 郑处长说让我用计算计算 他说计算计算得快 所以我就进去了 郑当 让你半夜去的机房 没有啊 我下午就进去了 一研究就忘了时间 你知道 不经过批准究竟机房 是严重的伪计行为吗 现在知道了 先关禁闭 等明天事情搞清楚以后再说 又关禁闭啊 我告诉你 关禁闭是清的了 报告 李处长 收 我能把这本书带进去吗 在禁闭市太耽误时间了 我想学习学习 谢谢 什么 关你禁闭你还说谢谢 请您帮忙转告李处长 谢谢他允许我在里面看书 有病 来 能不能看好你的宝贝啊 我求你了 再出岔子别说雷处长 我怕连我也露不住了 郑当 这北院什么地方 李处长管理的保卫处 那是出了名的纪律严名 他资历又老 保卫处扣的人 我说话不一定好使 我一定严格管理 保证下不为例 让他卸检查 深刻地检查 是 容金珍虽然是破译处的人 可也是Q小组的人员 这样 雷处长 一会儿你陪郑处长 一会儿把人领回来 不去 非要一起用事吗 我都说了 李处长自立了 总得给人点面子吧 要不 让人家保卫处 以后怎么开点工作啊 刚才是 李主 给您添麻烦了 麻烦谈不上 我知道 你们搞破语工作的同志 都是天才 思维方式 也跟常人不一样 但是 七零一毕竟是纪律单位 我又是主管保卫的 必须公事公办 是 您做的是对 他想学计算机 可以白天研究 干吗非得大半夜地去 现在又是敏感时期 我的巡逻队 每个士兵 都是寿命要时刻提高警惕 手里的枪 都是上了膛的 幸亏当时他没有挣扎 那万一起了冲突 把他当成敌特给毙了 都不一定啊 别呀 您要是把他毙了 郑处还不得上吊 还好有金无限 给您添了这么大麻烦 我已经吩咐他了 让他写检讨 两万字一定要深刻 我看啊 两万字就算了 两三千就可以了 这检讨又不是写给我的 只要他认识到了错误 以后别再犯就行了 是 有时间我请您喝酒 喝酒就算了 革命是不搞 吃吃喝喝这一套的 写好了以后 检讨数留下 任你们带走吧 谢谢 大奖您了 谢谢 好 好 反对抓人释放荣金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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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了没有 我告诉你们俩 我们保卫处 不会错抓一个好人 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反对 别动 别动 处长说了 原理已经同意释放荣金针 放了 反对 放他 我就说他们抓错人了嘛 荣金针怎么可能是特务呢 他们瞎了眼了 他们 我们处长还说了 如果有人继续在门口闹事 先抓起来 再给我击毙 是 是 谁闹事了 谁闹事了 放吧 谁闹事了 谁闹事了 收发室还有好多工作等着我去主持呢 反对 走 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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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反对什么呀 人都放了 走 释放 反对 走吧 释放 反对 释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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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处长 你来接我来 你再等我一下 这是你的检讨书 不是 这一节我快学完了 其实学二进制不能 但要学会编程 我还需要一些时间 回到宿舍 慢慢学 郑处长 我觉得禁弊是挺好的 这儿挺清静的 要不您再跟那个李处长商量商量 让我多待两天的时间 两天的时间我就能把这本书学完了 你 你 这有什么问题 你 你 你 那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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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请问您是喝茶还是住店 买茶 对不起 我们店里只喝茶不卖茶 要不你去问问你们掌柜吧 那请您稍等一下 这位先生 借也不讲话 你去这场贵的 正是 小店以前确实没啥 但好久不卖了 这武夷山大红袍实在是价格无非 小店也没有现货 如果您确定要买的话 恐怕要交些订金 我们才好 代为采购 那不行 我今天身上没带多少仙剑 掌柜您看一下 这枚棋子能不能先做抵押 好运 家父生平 两个事好 下棋 品尝 监理还有一些陈年大物好 先为你炮勇 品尝品尝 这边请 新的心 一个园 一精神 天 和你你炮勇 英雄 一位 一方 一无 二人 一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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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亦 见到朕为妻子 我心情万文极动 没想到 飞龙有生之年 还能为觉醒者效劳 前不久 组织在宁州的联络点 被摧毁 觉醒者这次派我来 就是要考察新的联络点 你的瑞翔旅店 地段 方位都不错 安全系数很高 这你放心 这些年我一直低调 做小本生意 一楼喝茶 二楼住宿 安全性绝对可靠 很好 这是觉醒者 别畅常是真心的 离开 然后就怎么回答 再言到你 尽管你 你现在很想说 你找到她 恢复组织 在宁州的联络点 那发宝机呢 等你将梅花唤醒之后 会有一个叫梁洪的商人 来联络你 他会带你去领发宝机 这是打开发宝机箱子的钥匙 你要记住 只有你 梅花 梁洪 三个人同时在场 你才能拿到发宝机 报告 进 郑处 您找我 容金珍很努力 他学会了自己变成 我评论 她在背头 我可以工作 她没有取得下 这种这件事 因为我已经给你了 我需要 可是你耻辱 你还要花个人 不得上 我觉得是 我把你给你了 你还来 那么我 你能把我给你了 你回到你了 我大事 你靠近一点 我要你靠近一点 我也不吃人了 隆近真 我正式向你道歉 以后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随时来问我 如果我不清楚 我会带你去问苗公 你写的编程 我让苗公看过了 错误的地方 他都用红笔给你修改过了 现在请你上机 实际操作一下 你欣赏 我开了 走 再来 有什么情况 我刚刚接到宁州公安局 吴副局长的电话 今天上午有一位 叫王桂华的女人 打来电话 说有两个潜伏的特务 安插在宁州 她要举报 实际上 这两个潜伏的特务 一个是她丈夫 一个是她本人 要自首 是的 这对夫妻 男的叫李志强 本名包卫明 女的叫王桂华 本名廖岳君 他们二人都是 宁州机械厂的职工 表面上李志强 只是一个普通的车工 王桂华则是工会干事 但实际上 包卫明解放前 他们是敌特组织的发报员 和廖岳君寿命以夫妻身份 潜伏在宁州 已经有六年时间了 新冠就是这样 解放了 解放都六年了 他们为什么现在才自首 因为就在前两天 他们被敌特组织唤醒 任务是什么 还不清楚 还不清楚 这个女人警惕性很高 她提出要面见领导 先谈清楚条件 再交代 我认为 包卫明如果真的是 敌特组织潜伏下来的发报员 那么 她所能够提供的信息 必然很有价值 所以 我想去趟宁州 会会她 郑导 你怎么看 冬一类组长的看法 但是 我要第一个行 在事情水落石出石前 知道的人 越少越好 还有 莫名要射方 我担心敌人是假意投诚 暗中射到 一见面就清楚 好 你们俩一起去唐宁州 是 是 郑处 雷处 你们来了 两位处长 里面已经布置好了 队料已经和包卫明 也进行了安全检查 确认他们没有携带 任何武器 以及其他的窃听设备 辛苦你们了 应该的 我们都在外面 有需要你叫我们 谢谢 刘伟君 麻烦您也出去一下 为什么啊 我们想跟她单独聊聊 不行 我老婆要是不在 我什么都不会说 那就一起聊 说说吧 你们这次被唤醒 接到的是什么任务 你把这个先关掉 我们再说 这是我们的规定 那我们就不说 你们的条件还挺多的嘛 你们的条件还挺多的嘛 可以开始了吗 要重点 李趾向同志 不 我应该称呼你包卫明同志 我替你的契事介绍 你曾经是发报员 对吗 是 这个认识吗 他个ZU3T缸112A型 很好 帮我发两句话 发什么话 李志强 宁州集结厂 二车间激工 信息 信息 息息 杀 安哲去 这么多年不发报 手都伸了 你现在要是让我 如果要操作机床 我应该会更熟练些 我是个不错的车工 你是保密局特训班学员 三十九期 特训班毕业之后没多久 就解放了 我生命潜伏在宁州 等待唤醒 带号是梅华 作证考虑如果我成了家 就不容易遭人怀疑 所以就安排岳军 跟我搅拌上伏击 他的任务是掩护我 隐藏我的真实身份 六年了 你们就隐藏得很好 这六年来 我们没有任何任务 所以才没人发现 我说过 我有什么东西 我只是问过 有什么东西 我们在这一段时间 我说 我跟他有什么东西 在这一段时间 我说是 我说是 我不真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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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 如果我们接受唤醒 我们可以获得一大笔钱 现在我们同样需要那笔钱 为什么决定找我们 为了我们的女儿 刚潜伏下来的时候 我们对彼此一点了解都没有 更别谈什么感情了 那个时候 我们以为这一切只是暂时的 我们很快就会被唤醒 谁知道 这一等就是六年 这一等就是六年 现在 我们已经习惯当 王桂华和李志强了 而且还有一个女儿 我们不再想过 庭儿走险的人 他有糖尿病 需要长年打进口针 潜伏钱 组织给我们留下了两根金条 这些年 他用药花费得差不多了 所以 我们急需一笔钱 你们的情况和要求 我们会立即向上级汇报的 然后再跟你们联络 不过这段时间 你们一定要跟我们保持联系 否则我们很难保证你们的安全 你们的情况和要求 我们会立即向上级汇报的 你们还有三天时间 来办妥我们提出的条件 按照规定 换新起时发出后五天之内 潜伏者 必须得去向联络人报到 现在已经过去两天了 如果三天之后 我们还没有和联络人 取得联系的话 我们还没有和联络人 组织就会认定 潜伏者已经出事 所有的联络线 就会立刻被切断 随时作废 到那个时候 我们就是想帮 也帮不了你们 那个时候 我们现在去睡觉 出一个的时候 才晨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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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晨 晨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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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他们说的话是真的吗 看样子没有什么破绽 我查过那个男人的病历 他确实有糖尿病 而且在解放之前 就开始注射进口药 他这个老着实厉害 一句几样的信息都不开头 怪不得包文明说话 一定要让他老子在场 看来要听到他们夫妻的悄悄话 就要只有爬床根了 说可能不开始分开 知道人呢 再来这个人 回来 我去唱 的 刘 该 揍 我相信你 是,你专心,你专心 망cher 你比我更大 你比我更大 我比你更難 你比我更大 我比你更大 你比我更大 你更大 你比我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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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特 怎樣 我替你 даже 你说他们会答应我们的条件吗 第三个条件他们也许会答应 他们不会借死不救的 你怎么会答应 再说了 我们也没有退路了 总得让孩子跟着我们一起提心尿胆吧 还是你想的周全 早早把女儿送到夏夏表姑那儿 我不是怕公安 我是担心那个街头的人 她的瑞衔旅店 离女儿的幼儿园那么近 万一她发现了我们的踪迹 我是怕他们对孩子下手 可是组织根本不知道我们现在的身份 看样子 当年我们现在是不是还活着都没法决定 只要五天时间一过 我们还没确保到的话 组织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找到我们 到那个时候 我们真的能逃得掉吗 卫明 咱们不是说好了的吗 我们要在这新中国 踏踏实实地 过上普通人的日子 你当你的机工 我做我的干事 每天下班回家之后 你 我 女儿 我们三个人安安心心地 一起吃着酥茶淡饭 再也不用天天盯着报纸 再也不用担心半夜被噩梦惊醒 好不好 好 好 可是 我们真能过上那样的日子吗 能 一定能 只要我们下定决心 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政府一定会对顾宽大处理 会给我们出谷的 我相信共产党 今天你要是不在 我真可能一开把我什么都说出来 还好用 要沉住起 在他们没有给我们保证之前 我们暂时还不能把飞龙的名字 交出去 画成根 还是有效 查清这个人的底细 要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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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